按照规划设计 总的装机容量到了大概40万两吨 工冷的建筑面积能达到1900万平米左右 前海的区域集中工冷覆盖的 工冷面积大概占总体的60%到70%左右 一个本身在前海的纯商业住宅比较少 第二个更主要是住宅这种用冷的性 那个特性它不大适合集中工 它个性外需求很强 而且使用的没有规律 再一个使用的密度也小 那么首先建成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处在的二号冷战 按照设计它的功能规模在 四万六千冷吨 它覆盖的建筑面积在两百万平米左右 这个二号站是在2016年 正式的投入运行的 这个是我们冷战的准备的准备 这个是我们冷战的准备的准备 这个双空框主机 它是叫双空框的就是晚上可以制冰 白天的可以制到空调的冷冻水 这是我们冷战的最核心的这个智能设备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泵 这是我们的这个水泵 我们在内的水泵呢 有各种空调水泵 也要求水泵 在内的像这种大水泵呢 大概有四十多台 它的功能呢 就是这个水泵呢 就是把我们在内的各种的制冷的贴质啊 包括空调冷冻水啊 输送做循环 比如说冷冻水呢 输送到用户啊 这个设备呢 是我们的板式换热器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是把不同的介质的进行这个热交换 这个在我们站内呢 像这种大型的板式换热器呢 应该有也有五六台 以往的传统中央空调呢 是每栋建设楼里面都要有冷却塔 或者说你有分泌机的话 就要挂窗外机 每栋 你要知道一个冷却塔 它就一个小小的热岛效应 现在对前海来讲呢 除了十个冷战 其他没有冷却塔了 没有冷却塔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对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呢 它会非常有一个方法 区域集中功能呢 实际上是把这个空调冷 实现空调冷冻水的 工业化生产 我们初步估算 在整个前海区域集中功能的系统 我们一年大概能 节约1.3亿度左右的电 那么相应地减少二氧化碳 拿一些二氧化碳通常的配方 在哪里面 一样的水平 在哪里 所以我们开始了 那里面 两次的水平 有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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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